接球比赛的那些花式动作 为什么在职业赛场不能出现 而你们以为那些看似很强的接球高手 为什么和职业球员无法相提并论 但有的人总说 别用爱好去挑战职业 可有些大学学院派 甚至是一些CBA职业球员 和接球顶尖高手的单挑中 却占不到什么便宜 显得很挣扎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近日 郭爱伦和军哥的连迈 双方对这个话题做了一番探讨 我们都知道 郭爱伦是中国篮球运动员里运球最好 基本功最扎实的后卫 而军哥同样是接球圈最稳定的球员 两人聊到这个话题 郭爱伦就说 接球里的那些招数 在职业赛场上根本是用不了的 很多接球球员最擅长的就是一打一 而职业比赛 不会一直给你这个机会 或许 而有些职业球员去和接球高手单挑 会看得两人旗鼓相当 感觉职业也不过如此 是因为他们适应不了这种纯粹的单打节奏 同样的道理 当接球球员去打职业5x5 也会显得挣扎 或许在中国篮球里 郭爱伦是最能理解接球球员的了 因为他的打法就很花哨